心慌失眠 敬意减退 长几命 这些看似无关的病症 在中医眼中会有怎样的联系 了解疾病背后的深层根源 学习简单一行的刮杀方法 轻松来保健 刮出一身亲 健康之路 敬请关注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的健康之路节目 如果把中医界比喻成是武林的话 那么刮杀就是一门精觉武学 今天我们带领着大家 共同来学习这门精觉武学 请到的依然是一位武林当中的高手 那就是来自于中国针灸学会 贬食与刮杀专业委员会的副会长 王静教授 欢迎您王教授 其实通过前四天的学习 我们了解到很多关于刮杀的一些 基本的常识和具体的刮杀办法 大家可以把视线转移到我们这个题板上 上面有常见的一些健康问题 比如说心脚痛 心悸 失眠健忘 还有便秘 那我们今天就要说一说了 这些表面上的一些疾病或者是症状 到底跟我们身体内在的一些什么样的部位相关 那么通过怎么样的刮杀办法 就可以调整以上出现的这些问题 来 咱们先从心脚痛说起 心脚痛在中医上是怎么解释呢 是什么样的一些状态发生 这个倒都比较好理解了 因为刚才讲的这个不通则痛了 这个还是主要因为心足血脉嘛 心足血脉 所以这个突然造成了这个心的血脉不通了以后 它就会出现胸闷啊心痛啊这样的表现 这样表现呢 这个应该是 现在心血管发病率也是很高的 因为现在来看的话 现在我们主要的死亡的病呢 心脑血管疾病 肿瘤的疾病是占最多的 所以心血管病也是多的 就平时呢 我们要知道这个自己预防 平时自己刮 然后呢 当然急救的时候呢 也可以用 就是有一个病人啊 这个原来是在国外的时候 因为他那个筋疗炎 我给他治好了以后 就请我们出去玩啊 请我们出去玩呢 郊外的时候也很很很远的地方 然后住在一个别墅里边 然后他洗澡 洗澡估计呢 可能一个是劳累啊 一个是这个空气 浴室里边空气太不流通 还有太热 可能洗澡太热 突然就倒在地上了 然后用手呢捂着胸口 然后脸色发白 口神发感 发这个纸啊 那我们学医的一看呢 基本就是关心病心脚痛的发作 这种情况呢 大家就是说 我呢 也问他 我说有没有这个 硝酸肝油啊 带了 带药没有 有硝酸肝油啊 像这一人 一定让他赶快 硝酸肝油啊 或者塑效救星丸 之类的 让他吃 但是他又没带 当时他可以忽略了 有办法了 离郊外 离城也很远 我也想到 这就给他刮杀了 就用刮杀的办法 马上拿刮板 刮了以后 也就是15分钟左右吧 就完全缓过来 对 那其实得心脏病的朋友们 现在的人群是逐渐在扩大 不光是中老年朋友 对 所以咱们要教给大家一些 平时能够预防这种 心脏病发作 或者是能够在 他发作的时候 治疗缓解 这些相关症状的方法 中医认为 心如同人体的皇帝 一旦心出现问题 整个身体可能面临崩溃 所以对于有心悸 心脚痛等一系列心脏问题的人来说 心脏的日常保健就极为必要了 刮杀就是一种很好的调理方法 那么我们具体应该采取 哪些刮杀方法 来调理心脏不适的症状呢 那今天我们请到王教授 就是在我们这位大爷身上 实际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果有心脏病的这些朋友们 刮哪几个主要的血位 心脏有问题呢 前几节我们都讲了 哪一胀哪一腹有问题呢 就刮相应的背后的书血 那心脏有问题呢 那我们就刮它背后的心书血 另外呢 心呢还有一个什么呢 心包 心包书 心包的有一个书血叫什么呢 不叫心包书 叫绝音书 它在什么地方呢 那我们也很好找 找到一个大锥了以后 再往下数 一二三四 第四 第五 第四 胸椎基督下 旁开1.5寸呢 叫绝音书 第五呢叫心书 就大概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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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心大概也就是在横向的 这样的一个位置上 所以说有些 有些同志呢 就是说 如果说再简单的 怎么讲呢 就是说你看我们 心肺不是在前边 正好投影一下呢 就是背后 背后呢 上边呢 主要是肺 下边一点呢 就是心 把心 所以你看我们这样呢 就是说你看我们也涂上活跃剂 去刮他的心包书 和什么呢 心书 这个人呢 这个已经原来德克星庚做过支架 这个不要刮得太重 轻轻给他刮 轻轻给他刮 你看他这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 你听他这个病了 已经好多长时间了 因为他他触杀呢 并不是很快 就像刚才讲了 所以触杀快与慢 跟这个病情好与坏啊 他有时候没有直接的关系的 有没有可能就是本身这个地方 没有什么毛病 所以也刮不触杀 有这样情况 但是呢 现在这样的情况呢 可能只会在很年轻的小孩子身上 如果中老年一般都有点问题 他中老年一般有问题不触杀的 往往是虚 但也有就是很年轻 就是说有些人说 你刮红了谁都能刮红 但是如果说你带十四五岁啊 十五六岁啊 这些小孩子身体又很好的一刮 它完全是鲜红的颜色 而且呢 一摸了里边没有节节 这种情况就不算是有问题的 他这个呢 你看看一刮 慢慢的就会触杀的 是这个深紫色的 对 你看就可以触杀 就这样就触杀 而里边一摸呢 里边也会有节节的 但是他这个 因为心脏做过这个搭桥 做过支架 做两个支架 这个呢 就是心脏这个呢 不要刮太重了 不要刮太重 这个不是说好像非得要很重才出杀 另外就是说很多人觉得刮起来有疼 里边有疼 这不完全是刮的重 因为它这个不通 它就本来就会痛 那我们叫不通则痛 所以它这个刮的疼痛 是一个好的一个反应 叫我们叫酸麻脏痛感 都是一个好的反应 要一点感觉都没有 说明就没刮到位 没有力量 没有够 所以这个呢 就是说平时呢 你看我们 心脏有问题的时候呢 主要刮什么呢 绝音书和心书 心书在什么地方 刚才讲的 第四第五 胸椎节 就叫旁开 经常这个揉 有时候呢 你看如果里边有节节 就里边有硬节 怎么办呢 我们叫脚推 用这个脚啊 一点一点的 把这个疙瘩给它推开 这个很有用的 你经常推了以后呢 它会改建 它这个心肌的供血情况 这个都有很多数据 有实验 这个心包 绝音书 这个心书 这个地方呢 如果你发现里边有硬节 你就可以用这个刮板 一点一点的把它剥开 就好像它这个硬节堵在这了 它把这个气血堵得不通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板呢 一点点把这个给它拨开 其实像您说的这个主管心的 心书学 还有心包书学 都是在这个心脏对应的横向的位置上 基本上 脊柱的两侧 对对对 所以也对于朋友们来说非常好找 对对 刮痧贴士 哪些人不适合刮痧 刮痧虽然是一种安全的自然疗法 但仍然有些人不能刮痧 例如年老体弱 严重的心脏病 糖尿病患者 重症贫血者 白血病患者 不能刮痧 再有就是当您处于过度饥饿 过度口渴 或低血糖 严重疲劳 以及情绪大怒等状态下 不要刮痧 咱们刚才看那个体板上 前两个都是非常明显的 咱们能够感受到是心脏有关的一些疾病 心脚痛和心剂 那心剂的话 是不是也是由于咱们这个中医上讲的心所引起的 对 一般的心剂就是我们讲的心气虚了 以后 因为我们讲的中医讲的心主神明 有时候就心气不足的人 或心血不足 它不但引起到心主血脉的问题 它还可以原来精神的状况 比如说我们讲心主神明 就是我们中医怎么讲的 就是人的精神活动 思维活动 很主要的与中医的心有关 实际上就是中医的心涵盖了一些大脑 我们一些神志的一些问题 觉得比如说心剂觉得心慌 还有一些觉得心神不灵 总会害怕 总会害怕的这样的情况 有些人说 有些心脏 包括后边讲失眠也包括 失眠 多梦 心剂 就自己觉得心 多梦 自己觉得心慌 有些时候觉得 黄黄不可终日 总有点事 你有这样 老儿有事想 老师有事 老师有时候 有恐惧感 健忘 你看他自己都在说这个了 失眠健忘 有时候心悸神志不灵 心悸黄不可终日 这种情况都可以有的 就刚才讲了 一个是瓜 第二个就是说 有些节节 要把它剥开 这个剥开对它效果 相当于要很好的 其实我们通过这几集的讲解之后 我相信观众朋友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规律 我们首先是介绍背上的一些相关的血位 然后就是在腹部上也能够找到对应的血位 这个背部刮完了以后 然后再刮胸部的 我们上一集讲了谭中穴 谭中穴 谭中穴的南市相对来说比较好找 两个乳头跟正中线的焦点这个区间 因为它还是都有点下垂了 肌肉 大概这个位置 就刚才讲了 有些老百姓 找不到这么准确 找不到这么准确 其实有几个办法 一个稍微刮长一点 这是一个办法 另外就是你刮的时候 你按的时候 你会觉得哪个地方很酸胀 就是找对了 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这个正中线 我们也可以谭中穴 也可以抹上油以后 从上向下的刮死 从上向下刮死 您说的心脏对应的血位是叫什么 这个是心包对应的穴位 叫做谭中穴 心脏在胸腹部有一个大的穴位 叫做聚穴穴 聚穴 聚穴 就是说肚子这个穴叫神穴 神穴 神穴 神穴这个地方聚穴 就是巨大的聚穴 这个地方是肚脐上六寸 基本上我们如果简单来讲 你摸一下心窝子下边 再过来一点点穴位 就叫聚穴穴 这就叫心脏的木穴 就是心脏之气 在我们胸腹部 好像有一个重要的聚穴地 这就叫聚穴穴 然后心包肌 在我们胸腹部 有一个重要的聚穴地 叫谭中穴 所以我们谭中和聚穴一起刮 你看先刮这个谭中 谭中穴 然后再刮聚穴 这个聚穴的时候 刮的时候也让它鼓鼓气 稍微鼓鼓气 鼓鼓气 不要吸气 鼓鼓气 鼓鼓气就好使劲了 好使劲一点 好使劲一点 那这几个你看我们看出来 这两个地方还是明显的有刹出现了 明显的有刹出现了 不要刮它太重 刮太重了以后 它一下适应起来有点问题 聚穴和谭中穴 就可以用来缓解这种心脏不适的感觉 尤其是前边的穴位 我们自己有刮板 自己就可以刮 自己就刮 这个效果挺好的 这个效果挺好的 当您出现心脚痛 心筋 心慌等症状时 除了尽快就医 还可以通过刮痧的办法来缓解症状 如可通过刮背后的心疏穴 前胸的聚穴和谭中穴增强心脏功能 心疏穴的位置 在脖子后下方突出的骨头 向下属五节椎骨 在左右旁开两指宽的地方 谭中穴位于两指头连线的中间点 聚缺穴的位置 在谭中与肚脐连线的中间点上 经常点按刮痧心疏 谭中和聚缺三个穴位 可强身健体 改善心慌失眠心脚痛心悸等不适症状 同样哈 我们每天在讲到这些症状表现的时候 对我一些让大家显而易见的 比如说心脚痛和心悸 大家就能够明确 有可能跟中医的心也是相关系的 但是您看要说到失眠和健忘 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第一个是 脑子或者是精神出现了什么问题 但是在中医上又怎么解释呢 就是古时候的概念 我们中医讲了 中医的心的概念 其实涵盖了现在的心脏 还有一些大脑的一些功能 它涵盖的面比较大一些 就是认识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我们中医讲了 这个皇帝对经讲的 这个心是干什么呢 就是心为君主之官 神明出业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就是 我们刚才讲把五丈六 五丈呢 都把它比喻成朝廷的官 那这个皇帝是谁呢 那就是心 心为君主之官 神明出业 就是他主日生的精神思维活动 都是心在主他的活动 所以这个呢 讲了就是说 我们你看 比如说健忘啊 像这个神志不灵啊 有些属于精神神志方面的问题 这些方面的问题呢 我们归口 归到什么地方呢 我们中医呢 就归到心 心 大家可能看到的是 表面的现象 失眠和健忘 是脑子里出现了问题 但是中医就归结到心了 对 找到这个根所在了 对 另外呢 这个失眠呢 我要给大家讲一讲 现在的失眠的病人很多 现在睡不好觉的一种老年人 年轻人现在也很多 这也太多了 失眠呢 其中有一个呢 就是很多的这个失眠呢 里面其中有一个 就叫心圣不交 心圣不交 这怎么理解呢 这个理解呢 心圣不如离得挺老远 这不应该交什么 我们中医讲呢 心为火 肾为水 心火呢 应该下心 去温暖肾水 肾水呢 应该上心呢 来干什么 平易 心火 这样呢 就会 心圣呢 都会很好了 就是水火 水火交融 最后就达到一种平衡 但是如果之间 他们断了联系了以后呢 就会出现什么呢 心火毒炕 就会出现 你看 可比如说 舌头上长窗啊 然后最容易引起 就是失眠了 心火毒炕的表现 就是失眠 这股火都往上走了 都往上走了 然后心火不能下行呢 不能下行 暖肾水呢 就会造成肾虚寒 这就会出现腰席酸软啊 腰部发凉啊 腿发凉啊 心火不能下行 这个就是我们心圣之间的 这个交流的渠道 断裂了以后 火更旺 水更寒 水火不相容 对对对 就会让我们的身体就割裂了 割裂了 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 就是表现的失眠啊 健忘啊 然后呢 这个心计啊 觉得就经常的 就觉得心在跳啊 然后呢 觉得心慌啊 等等的 神志不灵啊 都有这样的表现 都会有 那针对这样的问题 咱们是刮哪呢 是 这个就是我们 依然是找心经上的一些学位呢 对对对 对对对 我们讲的就是说 大家有好学的 只要我们中医的好多办法 实际上是就叫做传统文化 本土文化 其实有些东西很好学的 比如说我刚才讲了 你看心有问题 背后的心疏 你看就很容易记了 对不对 当然修复后呢 稍微要变化一下 弹宗啊 聚缺穴啊 然后最 然后呢 再刮哪呢 就刮我们心有问题 刮心经 心包有问题呢 刮什么呢 心包经 这两条经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我们手的瑞测 你看这个 我们三条经 上边叫做肺经 中间呢 叫做心包经 后边这条经呢 叫做什么呢 心经 然后呢 我们中点呢 刮哪呢 这个往 浑纹中间呢 叫什么穴呢 叫大磷 大小的大 丘陵的零 然后呢 上两寸 这个地方呢 应该我们要让这个人呢 自己的来关节找 不是说我的关节 我的关节比他 我比他高 比他壮啊 那自己的关节 你看找两寸 哎 这是一寸 再上来再走一个 哎 这就是两寸 大概这个地方 哎 好酸呢 哎 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经常的呢 要给他按 按呢 也可以叫做 自己给自己用手来按 就是要达到酸脏的感觉 经常点按内关血呢 可以改善心肌的供血 供养情况 嗯 经常点按呢 可以增加心脏的关上中 买的血流量 所以你看心脏不好的人啊 经常点按这个内关 血很好的 那就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 由于心的问题出现的心脚痛心境失眠 健忘 都是可以点这个内关血 对对对对 或者是刮这 您说这叫心包经 对对对 还有心经 对对对对 尤其是这个心血不足的这些人呢 刮绿关是最好的 另外刚才讲 健忘啊 或者是心计啊 这有一个好血叫神门血 神你看 新主 新主神明 对 新主神明呢 这个神门血呢 神的这个门一样 这就叫 你看这个晚魂文 这个磁色端 这边呢 就有一个穴位叫什么呢 神门血 宾士尔经常点这个 对心计啊 这个心神不灵啊 这些穴位呢 这一病呢 就可以用这个神门血 当然我们可以刮的时候呢 也可以神门上边啊 这个阴穴 然后上边呢 通理啊 淋到 这可以从这个几个穴位 一起刮下来 哎 这当然我刚才讲了 要想刮猪杀 必须要抹上油 啊 一直刮 从内关血 如果简单一点呢 从内关这一段 全刮下来 嗯 全刮下来 全刮下来 不仅会引起一系列 与心脏有关的疾病 也会出现一些神经系统的病症 如 失眠 健忘等 此时 您不仅可以刮杀 我们之前介绍的 心书学 聚缺和弹中学 还可以刮杀两条经脉 心包经和心经 心包经在手臂内侧的正中线 心经在与心包经平行的正下方 您可以在刮杀这两条经络时 着重点按经络上的内关和神门两学 内关学在万恒纹上两寸的地方 神门学在万恒纹的下端 通过这些学位和经络的刮杀 可以增加心机的供血供养 泄心火 静心安神 达到改善失眠和健忘的作用 其实就是说 经常会出现那些心脏的问题 甚至是由于心所引起的一些精神上的变化 都可以通过刮这种心经上的重要学位来调整 但是接下来这一点可能大家有点糊涂了 怎么讲讲讲 从上面心讲到便秘了 这个便秘是中医怎么看的 这不是肠胃的问题吗 中医是一个整体认识一个观的 就是很多的脏器它都之间有相关性的 相关性的就是说 我们讲的心和什么相表里 心和小肠相表里 你看比如说我们肝胆 你看经常我们有时候 包括我们听广播都广播说 我们怎么肝胆相造 他们又说肝脾相造 也没有说肝肾相造 为什么肝胆相造呢 因为肝胆在我们中医里边 它表里关系 皮和胃表里关系 心和小肠相表里 所以老年人 尤其是你看心血管的有病的人 大便通胀非常重要的 有一时候是大便不通 从中医讲的腐气不通 本来是应该往下走 结果它下不行 它就掉转头往上 腐气不通 浊气上弓 结果就弄得 你看它表里关系 大便不通 小肠的问题 热了 它一热于上 就会造成了心火肾 心火一生了以后 就觉得有时候心中 就觉得心慌 有觉得胸闷 看起来好像是心脏的问题 实际上 你要是通一下大便 大便通了以后 它的症状就缓解了 当然就是说 大便通胀的治疗有很多了 但是我们平时 有个教给大家 一个简单的穴位 这个穴位就叫支钩穴 支钩穴在哪呢 就是我们晚背昏纹 晚背昏纹 中间呢 然后再上来 上三寸 三寸是 也是小 四指 差不多 这个地方 上三寸的地方 自己的四指 自己的 对 晚昏纹上下 然后这个穴位呢 我们来给它 好酸 对 然后呢 我们来给它做 这个点穴 点穴 这个穴位很好的 如果大便干燥的人呢 经常的点按这个穴位 刺激这个穴位 它可以呢 润肠通便 它可以增加这个肠道的精液 起到了润肠通便的作用 所以我们有时候中导人没事的时候 可以自己给自己点按一下这个支钩穴 其实通过这几天的介绍呢 我们就希望大家能够尽量多的掌握中医传统养生保健的办法 而其实这些办法呢 恰恰就在我们的身边 用好一个小小的刮沙板 就可以让我们离健康越来越近 好 感谢王教授为我们介绍这么丰富的知识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欢迎您收看科教频道的其他节目 欢迎订阅 他是人体最长的器官 他的环境好坏 欢呼人的寿命长短 他的年龄大小 暗藏人的健康秘密 怎样才能让他青春永在 肠道的秘密即将为您揭开 健康之路 敬请关注